嗨 大家好 我是聰哥 因為最近那個魷魚遊戲 那一部韓劇超猛的 然後看了一下 裡面有兩個小遊戲比較簡單 可以自己製作 第一個就是這個畫片 畫片遊戲 所以我特地去買了色紙啊 大張的類似幣報紙這樣 做畫片很簡單 只要準備一隻尺 一隻筆跟一隻小刀 因為我買比較大張 所以我要自己裁 也可以去書局直接買色紙來做 可是因為色紙的大小只有大概這樣 15 20公分左右吧 然後它折下來的畫片 折起來的畫片就會比較小喔 因為我想做大一點了 所以我買大張一點的紙來做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來學習如何開始做畫片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學習如何做畫片 OK GO 現在就來做畫片嘛 那畫片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影片裡面看到那個 是比他們的手掌還要再大一點對不對 那比手掌還要再大一點 你就大概量一下 你的手掌大概是寬度10公分 那你只最少就要20公分 這樣做起來才會是 手掌大小的那個畫片 然後因為我們要再 我們做大一點 我們就先做一個20公分的試看看 畫片需要兩個一樣的去重疊 所以要做兩張20乘20 這樣子好 兩張藍色好了 現在再拆 兩張紅色的 好 現在已經採好各兩張喔 然後來教大家畫片要怎麼製作 很簡單 直接對折 然後這一張一樣也對折 這樣是不是兩個長方形 再來呢 這個長方形 往下折 折一個三角出來 要貼到底喔 對不對 然後反方向的 也折一個三角出來 就會做出一個這樣子的菱形 齁 這個一樣 那折出兩個菱形之後呢 把它這樣子放 放上去之後呢 左邊的這一個三角形 先往下折 然後 再從 左邊這個折 下面這個上來 然後上面這個折進來的時候呢 要插到這個縫裡面去 這樣就完成一個了 對不對 有沒有 20乘20做出來的大小就是 大概手掌左右的大小 這樣大概10乘10公分左右的畫片 是小朋友的手 20乘20 小朋友的手來拿應該也OK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做第二個 紅色的 一樣先對折 再對折 這樣是不是有中心線呢 然後右邊的 往下 對著中心線 往下 折出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左邊的 往上 折出一個三角形 好 另外一個 好了 然後 兩個重疊 對不對 一樣從左邊的先 左邊的往下 要好折一點齁 就是這個先 再折一次 三角形 這個再往上折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就一個基準線了 等一下會比較好對齁 有沒有 現在這樣子是不是就一個正方形很好對 對上去之後呢 從左邊開始 左邊 這個 從上面 上面開始往下 左 下 然後再來就是右邊那個 右邊這個 把它插到 這個洞 對 插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那現在就可以開始玩打巴掌遊戲啦 畫片變成打巴掌遊戲 OK 現在紅色跟藍色都做出來啦 我們就來 玩畫片吧 GO 那畫片遊戲的規則 有沒有 這個 兩面長不一樣嘛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反面 只要把 對方的 打翻面 就算贏了 這樣知道嗎 只要把對方的打翻面 就算贏了 什麼意思 就是 例如 這樣子 現在紅色是這一面朝上 對不對 然後 我是藍色的人 我就要這樣 沒有攻 這樣就出了 沒有這樣他就 他就 然後就換紅色啊 對啊 就換紅色攻擊 換紅色人攻擊 藍色就把他打翻起來 翻起來 沒有翻起來 自己沒有關係啊 然後就換藍色的人 對不對 看誰先把對方打翻起來 誰就贏了 有沒有 差一點跳起來 翻起來 翻起來 怎麼翻 翻起來 你打巴掌了快點 怎麼那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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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根本翻不起來啊 翻起來 快點 有 翻不來了 這樣就是贏了 這樣知道嗎 好 現在兩個要開始畫片對戰了 看誰會贏 OK 開始 誰先 誰先放著啊 我啦 好彩拳 剪刀 石頭 布 好 弟弟贏了 弟弟先攻擊 對 丟哪裡 你丟哪裡 欸 這樣子算嗎 沒有啊 弟弟的拿回來中間啊 好 兩個都不 要攻擊啊 要打到他對啊 爛死了 你們在丟什麼啦 沒有這樣 沒有啦 要放在地上 20分鐘後 要弄就弄啊 要弄就弄啊 這沒打到比那麼久 喔 喔 終於 等了好久 兩位正在的 一個崇哥 一個阿裏喔 正在PK中 他跑啊 一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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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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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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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 熊哥獲勝 第三回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好時間 Ready go 喔 SHIT 我已經跟你講 要直直的這樣打下去要小心跳起來 看好啊 欸沒翻過去 翻那麼多圈 直直的對 去 看好啊 翻 yes 又贏了 好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 謝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